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加入老汤瓦雷姬 我是老汤 一名背起突击步枪的蒙面人 从右侧船舷登舰 过去十年异常低调的索马利亚海盗 近期又有重启炉灶的迹象 开始在印度洋航线上劫持货船 根据欧盟海军部队统计 从去年11月起 索马利亚海盗 已经在俗称非洲之脚的附近海域 扣押了两艘货船和12艘渔船 其中悬挂马尔他国旗的散装货轮 鲁恩号去年12月遭到劫持后 船东就和海盗 针对数百万美元的赎金展开谈判 与此同时 印度海军也在鲁恩号转向空海时 由最新式的加尔各拉级逆踪驱逐舰 协同苏坎雅籍巡逻舰监视行踪 而且印度海军还派出无人机 紧跟鲁恩号货轮 这让海盗开始紧张了起来 其中一人还跑到船尾 对侦察无人机开枪 印度海军眼舰敌对状态升级 决定向空军级陆战突击队 请求支援 准备展开反海盗反劫持任务 印度军方不但动用P-8I反潜机 加入监视行列 还派遣一架C-1管运输机 搭载突击队员 从印度本土出发 经历超过10个小时的飞行 在鲁恩号前方实施精准空投 先投放两艘橡皮艇 随后空降突击队员 在完成人艇结合后 展开打击行动 印度军方经过40多个小时的 高强度作为 终于成功解救17名船员 至于登船的35名海盗 则在军方的控制下 押解到孟买 准备接受印度法律的裁判 库玛尔认为索马利亚海盗之所以重启炉灶的关键原因 是因为胡塞武装在红海及亚丁湾北部海域的骚扰行为 让很多海运公司为了安全起见 不得不改变航行路线 藉由印度洋经南非好望角的这条航线 避开胡塞武装的攻击 而且索马利亚海盗过去10年来 遭到国际护航舰队强力打击之后 已经失去了以往高张的气焰 与其冒险行驶红海航线 倒不如走一条相对安全的海路 只是俗话说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毕竟现在国际间都忙着对付胡塞 已经低调很久的索马利亚海盗 何不趁此机会大赚一笔意外之财 就连索马利亚总统穆哈默德也承认 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袭扰行动 是海盗重操就业的原因之一 早在1960年代 索马利亚俨然就是东非的一个区域强国 不但是族群单一的国家 全国85%是索马利人 同时还有全非洲最长的海岸线 良好的地理环境 也让索马利亚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 按道理来说 得天独厚的条件 足以让索马利亚凭借优势 建设国家发展经济 但是为什么索马利亚 并没有走上预期的发展道路 反而成为人们口中盛产海盗的国家 最大的原因在于脱离殖民统治之后的索马利亚 虽然经历过一段强盛时期 但是和伊索皮亚打了两场失败的边境战争后 整个国家就陷入军阀派系 涌枪自重 群雄割据的无政府状态 军阀压迫加上长期内战 使得索马利亚无暇管理自身的海洋资源 来自欧洲 叶门和伊朗的渔船 常常闯入索马利亚的经济海域 大量捕捞鲍鱼 当地渔民敌不过外国渔船的竞争 导致渔月凋零 近南部会言 这就是索马利亚渔民和年轻人 会加入海盗集团的原因 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铤而走险出海打劫 一来可以夺回他们的余货 再来也能借由打劫带来的巨额利润 弥补过去的损失 外电报道 索马利亚海盗每劫是一艘货轮 赎金虽然会因为船型的不同而有差异 但是每艘船大约是100万美元到200万美元左右 即便海盗经常会狮子大开口 喊出千万美元赎金的价格 不过大多数是拿来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 而且海盗们一般要钱不要船 所以只要谈判条件差不多 通常会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尤其是作为海盗的成本非常低廉 大家说好准备几艘小艇几把枪 加上一些通讯设备 以及足够的胆量 只要得手一次 几乎可以让全家不再为温饱问题发愁 这种几乎是无本的生意 让海盗集团食水之位 甚至自称是索马利亚陆战队 因为他们在海上懂得互相配合 还会根据不同船只采取不同的登船办法 用最有效率的方式完成截船任务 让船东花钱消灾 换取人船平安 尽管索马利亚海军也投入打击海盗的行列 但是效果似乎有限 因为索马利亚海盗经过长期发展 已经形成一种利益交错的生态链 军阀和海盗不但互相挂钩 还会拿出部分财务打点政府官员和军警 换取相当程度的纵容和保护 加上海盗又是最大的经济来源 所以当地民众也会自发的掩护海盗集团 避免他们遭受国内或国际执法单位的调查和制裁 索马利亚海事顾问瓦古拉分析 这种特殊的共生结构 其实背后还有一个最大的支持团体 就是有能力把非法赎金漂白的财阀 人均GDP不到450美元的索马利亚 根据本国中央银行统计 全国约有43%的人口每天收入不到1美元 其中城市人口占24% 农村人口则超过五成 政经界以权谋私的情况也已经司空见惯 人民处在这种赤贫的状态下 想要赚取快钱加入海盗集团就成为捷径 加上国内又有青年党等伊斯兰极端宗教团体 用提供安全保护的手段争取百姓的支持 也让政府疲于奔命 削弱了打击海盗的力量 基金 пол暗礼 基金包括给某个人党等 捷径的地方 基金包括其他人从小 Grenade 一笈又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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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 基金杯 正成为一个强度 我一直都不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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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聯合國發起了一項名為 恢復希望的違和行動 希望協助索馬利亞擺脫困境 但是國內混戰的情況 使得國際援助常常遭遇軍閥打劫 讓索馬利亞百姓無法逃離貧窮與飢餓 索馬利亞就在海盜 軍閥 財團 和激進伊斯蘭組織的多重切割下 陷入一種看不到希望的循環中 加上胡塞武裝又在紅海鬧事 為索馬利亞海盜搭建起重做豐富的舞台 也使得紅海危機出現了 難以預測的外散效應 好了 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